老生竟然不点订阅 引来圣怒学我大魏国运 你可知道 点击一下订阅看似极小 可对如今之大魏来说 却是国作根基 你知道吗 王朝阳攥紧拳头低着头 可眼中满是怒火满是愤怒 他不服啊 凭什么自己要让着许清潇 又凭什么让自己受委屈啊 自己乃是亚生 二十岁的亚生 古往今来有几个 强势如许清潇 也不过是个半生而已 而且最主要的 自己这次还被红院印记捆绑 这才是让他最难受的 强行给自己承胜添加困难 可笑 那虚影的声音响起 满是轻命 你不会真以为 你是靠自己成为亚生的吧 你依靠的 不过是大圣人之力 如若你不是大圣人之后 本尊早已经将你诛杀了 这次 本尊让你前来 是让你安安稳稳入住大魏 而你却为了满足那极其廉价的虚荣之心 来出居高临下之姿 降临大魏 更是可笑 还赐服女帝 赐服许清潇 你当真是愚蠢 这道声音如同炸雷一般 王朝阳的脸色惨白 只不过他还是不服 这道虚影似乎感应到王朝阳的情绪 冷笑无比 不服 你与许清潇比 你算得了什么 许清潇依靠的是自己 一步一个脚印走到半生之间 你又算什么 按照计划形式 本尊会让你成胜 可你现在这般破坏计划 本尊连杀你的心都有 你现在还不知错吗 那声音炸开如同天雷 怒斥王朝阳 后者脸色顿时一变 刹那间气血翻涌 直接一口血喷了出来 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内伤 对方很强啊 只是一道意念 便让亚圣王朝阳受了内伤 而王朝阳也感受到对方的杀气 一时之间有些慌乱 也有些害怕 请遵上恕罪 是学生的错 学生知错了 朝阳 本尊知道 你现在少年心性 想要与许清潇比较 正是常态 可你不能破坏计划 计划若是成功 你未来将可成圣 区区许清潇 又算得了什么 在本尊眼中 许清潇比不过你一根手指罢了 他借助大圣人的部分传承 就能达到这个程度 而你是大圣人的后人 你想想看 到底谁才是圣者 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韬光养晦 教育天下卢书人 分享大魏国运 关键时刻让你出手之时你再出手 平日里限制许清潇即可 不需要跟他一直激进 否则的话对我等不利 等到关键时刻 许清潇不过是你脚下的一只蝼蚁 你随随便便就可以拧死他 何必在这里浪费时间呢 孙上 学生想问一件事情 这许清潇是不是真的得到我祖父传承 那些诗词是不是抄袭我祖父的诗词 实际上对于许清潇借鉴大圣人诗词之事 他也不知是真是假 都是眼前这人所说 如果是真 他将树立自信 毕竟他这个亚圣也有问题 所以他可不希望许清潇那是堂堂正正成圣的呀 自然 你自己想想 一个人可以写出一首千古凝诗 但能出口成章七步成诗吗 他不过才二十岁 心性再成熟也不会如此成熟 再者 他二十岁之前是一个牙役 连字都不会写几个 仅仅一年的时间 他成为了如道半圣 你自己想想看 学生明白了 请尊上放心 学生往后不会激进 行啊 你能觉悟 本尊很欣慰 去吧 接下来的事情 一计行事 不要忘记 限制许清潇 把控大魏如道 不惜一切代价 还有 找到那个人 但凡有任何线索 第一时间告知本尊 王朝阳深深一拜 随后对方的身影消失 下一刻 王朝阳退出了小世界 很快有大儒前来禀告 孙生 怀明王带来一位客人前来拜访 带来一位客人 谁 回孙生 七星到宗的长老 一时间 王朝阳露出一抹惊讶之色 不过稍稍沉思 王朝阳开口吩咐 让他们进来 后者立刻离去 没会儿 两人来到了文宫大殿 怀宁亲王 参见雅生 贫道清静 见过雅生 两人开口 一个是参见 一个是见过 王朝阳对怀宁亲王 有极大好感 他知道怀宁亲王和许清消是死对头 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再加上方才啊 怀宁亲王一直出言相帮 自然而然 王朝阳对怀宁亲王好感倍增 王爷客气了 道长也客气了 本圣虽然是亚圣 但年龄尚浅 很多东西的确需要向两位学习 王朝阳也没那么伶俐 面色温润 显得十分谦和 只是这二人一眼就看得出来 这王朝阳典型就是那种十分傲娇之人 看似成熟 可实际上都是伪装出来的 以王朝阳今日的所作所为 就能看出 他沉不住气 少年心性 喜欢攀比 否则的话 哪会落得如今这步田地啊 这样也好 就怕王朝阳心性过于成熟 那样啊 他们反而不好相互利用 一个二十岁的亚圣 以及二十岁的至尊 这样的人物 要是心智成熟 那可不是件好事 王圣当真谦虚 不愧是大圣人之后 本王年轻时 喜爱读书 也读过大圣人之言 对大圣人 可谓是敬仰无比 只可惜大圣人相隔久远 如今没想到 能见到大圣人之后 本王当真是荣幸至极 怀宁亲王赞叹 身为王爷 为了成事 他甘愿吹捧他人 也算是一个人物了 一旁的清静道人 显得平静得多 他没有说话 也只是点了点头 大圣竟然不点订阅 引来圣怒 学我大卫国运 你可知道 点击一下订阅 看似极小 可对如今之大卫来说 却是国作根基 你知道吗 大卫读书人 第八百二十二集 王爷夸赞了 行了 两位有何事 不如就敞开说吧 都是聪明人 没必要这样绕弯 王朝阳很直接 夸赞的言论 听听就得了 主要啊 咱们谈谈正事 这话一出口啊 怀宁亲王倒也直接了 既然王胜都这般开口了 本王爷就不绕弯子了 王胜 我等的敌人 如今都是相同之人 本王想 其实我等可以联合在一起 这样既可以互相照料 又可以共同出手 免得被许青霄逐个击破 不知王胜 意下如何 什么敌人 王爷是否误会了什么 本胜来大魏 是为了传教天下 没有什么敌人不敌人的 王胜 今日这许青霄 可是逼您立下大宏愿呢 清静道人 微微皱眉 不由开口 只是王朝阳摇了摇头 清静道长 本胜什么时候被逼的 那是本胜自愿立下大宏愿 愿为天下读书人立宏愿 与许青霄何干 提到这事 王朝阳就难受 既难受且愤怒 本来自己什么事都没有 硬生生被许青霄逼的 立下了四十个大宏愿 立就立吧 天地竟然感应到了 还给自己加持了一道 宏愿烙印 这个烙印 让自己不得不 老老实实去干活 不然 这辈子自己都甭想承受 但最让他愤怒的不是这个 而是现在所有人都认为 自己立的宏愿 与许青霄有关 这关他许青霄 什么事啊 宏愿是自己立的 天地赐福 却被大卫龙顶吞了 名气也被许青霄赚走了 你说他如何不气啊 所以他极力否认 立宏愿之事和许青霄有关 就是自己心甘情愿立下的宏愿 怀宁亲王 能不明白他的意思吗 当下他换了种方式 王胜 许青霄的确是敌人 不过 其原因是他明明依靠 大圣人之传承 成为半圣 现在却适口否认 倒不是本王附和王胜宁 这许青霄一年之前 是一个衙役 本王彻查过许青霄的来历身份 不说大字不识 但绝对不是读书人 可就是在一年之内 他仿佛开窍一般 成为万古大财 本王一直在想 许青霄到底是遭遇了什么 如今随着王胜宁来了以后 本王便彻底明白了 许青霄就是得到了大圣人之传承 知道王朝阳这人的喜欢装 那我就顺着你的意思来 我顺毛舔 这话一说呀 王朝阳的确点了点头 天底下唯独大圣人的传承 才可让人一年之内成就如此之高 可这个许青霄 明明是受大圣人之恩惠 没想到竟然这般适口否认 否认也就算了 王胜这般来我大位 是想要传教天下 免得未来天下苍生遭遇危难 这是一件好事 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可这个许青霄 担心王胜抢夺他的权力 所以处处打压 说句不好听的话 三年后天地大乱 不知多少苍生会因此丧命 而这一切也都是许青霄一手造成的 王胜没有怪罪许青霄 一心只为天下苍生 这个许青霄 为了一己私欲 当真是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 王胜 你说他是不是我等的敌人 王爷说的没错 他受我祖父之恩 却没有想到 忘恩负义 而且辜负本胜好意 当真是罪该万死 不过 这里毕竟是大胃 本胜已经吃了亏 徐青霄把持朝政 愚弄百姓 即便是想要对付他 本胜感觉有些困难 怀宁亲王微微一笑 看着王朝阳说道 王胜 这就是本王来找您的原因 您一个人的确压制不了 徐青霄 这是因为 徐青霄已经蛊惑了 当今圣上 而当今圣上 也是昏君 昏君奸臣 残害大魏苍生 眼下您的出现 让大魏看到了一道希望 如若我等三人合作 必然可以解决徐青霄 解决祸端 还大魏一个 朗朗乾坤 哦 王胜有什么良策 所谓 秦贼先秦王 想要一口气 解决徐青霄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徐青霄在大魏 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 其根本原因便是 大魏女帝 昏庸无道 所以我等 要从三个方面 去压制徐青霄 其一 如道压制 王胜乃是圣人之后 如今在大魏开创 圣人学堂 必然能广收门徒 到时 也能限制 徐青霄的权力 其二 朝政压制 徐青霄最大的靠山 无非就是大魏女帝 可实际上 大魏还有一位太子 乃是无地遗孤 此人 本王已经寻等 过些日子 等到王胜彻底稳固之后 便会出现 到时 得王胜率先开口 为太子征来权力 逼迫女帝退位 将真正的皇位 还给太子 当然 这需要一个过程 但最起码可以分走权力 等到时机成熟 再让太子 继位登基 那徐青霄 便没了靠山 这个时候 便任人宰割 当然 徐青霄后面 还有一品武者 可七星道宗 愿意支持我等 虽然无法击败 一品武者 但有七星道宗的限制 一品武者 也帮不了 徐青霄什么 三方合击之下 徐青霄 想不死也难啊 啊 王胜 竟然不点订阅 引来圣怒 学我大魏国运 你可知道 点击一下订阅 看似极小 可对如今之大魏来说 却是国座根基 你知道吗 大魏读书人 第八百二十三集 欢迎亲王 将自己的计划 和盘拖出 大概意思 王朝阳也明白 自己发展如道 压制许青霄的影响力 回头还有为太子 分走大魏的权力 同时使得大魏内部 出现内政问题 然后呢 再想尽一切办法夺权 一旦夺权成功 许青霄就可以死了 这办法说不上有多完美 但至少可行 大魏太子 五弟遗孤 仅凭借我等 可以夺权吗 王朝阳微微皱眉 他倒不是看不起自己 毕竟这日是大魏啊 即便当真有太子 感觉也没什么太大作用 当今女帝怎可放权 这可是不太现实的事 请王胜放心 太子若是出现 大魏所有藩王 都会无条件支持太子 自古以来 都是男人当权 可曾听闻过女皇帝 这昏君如今不过是代替太子监国罢了 五弟也不可能让女人继承皇位 其次 昏君在位之时 没做过什么好事 大魏王朝如今蒸蒸日上 大部分功劳 还是因为许青霄 而许青霄是因为大圣人 说直接一些 大魏如今这般的昌盛 与您有关 跟女帝没什么关系 只要王胜愿意支持太子 再加上大魏藩王 以及七星道宗 还有佛门支持 夺权不难 怀宁亲王话说到这儿 汪朝阳明白了 对方显然是做了周密的计划呀 好 既然如此 本圣答应了 不过 佛门也参与吗 嗯 佛门高僧早就与本王有所联系 他们一直想入住大魏 可女帝并不同意 眼下佛门想要入住大魏 太子是唯一希望 所以佛门 会竭尽全力 帮助太子复位 既然王爷已经想好了一切 本圣也就不多说什么 不过 这一切 也不是为了报复什么 而是为了天下苍生 是是是 既然如此 那就不打扰王胜 本王就先行告退了 得到王朝阳的首肯加入 欢迎亲王十分开心 王朝阳也起身将二人送出大殿之外 带二人走后 王朝阳不由露出 冷笑之送 他哪能不明白 怀宁亲王的想法啊 无非是想借助自己的能力 帮助太子上位 不过这无所谓 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可不是区区一个大卫王朝 天帝文宫之外 怀宁亲王和亲近道人一同走出 等出了天地文宫 亲近道人率先开口 这个王朝阳有问题 管他有没有问题 只要愿意合作 对你我来说都有好处 怀宁亲王不以为然 相对之下 他乐意和王朝阳合作 因为他够蠢 也足够狂妄 自大 这种人呢 更好蒙骗 也更好合作 更好利用 不像许青霄 乃就是个老狐狸啊 相比之下 怀宁亲王感觉 这王朝阳啊 都不如许青霄一根脚趾头 尤其是王朝阳的伪正光 更是令人作呕 那倒也是 王爷 贫道就不去王府了 还有些琐事 太子之事 王爷请上上心 以莫要拖太长时间 宗主还等着太子出现 为我等主持公道 拿回我七星道宗的古今 请道长放心 本王会在最佳时机 请出太子 清静道人作礼 随后驾驭飞剑 消失在此地 怀宁亲王回到了王府了 而大堂之内 面具男子也早已在此等候 见过王爷 看着走进来的怀宁亲王 面具男子上前稍稍作礼 不要啰嗦 太子何在 王爷莫及 太子已经赶往京都了 在太子没有入京之前 在下也不能说出太子的行踪 什么时候入京 十日内 怀宁亲王微微皱眉 十日的时间 差不多佛门也要来了 如果佛门的脚步快一点啊 的确差不多 要是慢一点的话 十五天左右 佛门估计就能到大位 当然这只是估算 具体时间无法得知 这一次 不会再出差错吧 别到时候请来了一位假的太子 被徐清霄拆穿 本王当真要笑死 你可以放心 太子出现 本王绝对不会太激进 免得又上了你们的当 万一被徐清霄抓住机会 本王的脑袋都要落地 怀宁亲王并不完全相信这帮人 怕是对方找了一位假太子 所以说清楚 自己绝对不会激进 也甭想利用自己 这要是搞错了 死的可就是他呀 请王爷放心 这真正的五弟遗孤 绝对不会派一个假太子 好 反正不管真假 本王自己懂得分寸 怀宁亲王点了点头 他也希望这是真的 不过自己还是得留一手 你今日前来 所为何事 王爷 太子时日之后 便会前来大魏 上面有令 希望王爷动用自己的势力 在大魏民间散播消息 时日内 要让整个大魏百姓 都知道遗孤之事 闹得举国关注 免得女帝 头鼠激气 好 还有吗 还有一些事 怀宁亲王 可否拿出边境部署图 边境部署图 怀宁亲王 大魏读书人 第八百二十四季 边境部署图 怀宁亲王眉头紧皱 满族这一次全力进攻大魏 需要边境部署图 以及边境防守图 如若王爷能将这两样东西拿出 这对蛮族大军来说 是一件好事 也可以省去诸多事情 到时候 可以挥军京都 而各地藩王 也可以借机前往京都 以保护女帝为由 入京 这里有令人想笑啊 边境部署图和边境防守图 是什么概念 若是蛮族拿到这两样东西 至少可以省去五成功夫 来突破边境防线 一旦蛮族越过边境 那便是生灵涂炭 不知有多少大魏百姓 会因此而死 怀宁亲王有些犹豫 他不想帮这个忙 争斗归争斗 但是拿大魏百姓的命 来做筹码 他还真是做不出来 毕竟他也是大魏皇室 这些人也是他的子民啊 当然 主要原因还是蛮族太狠 那杀人不眨眼 所到之处 男人全部屠杀 女人要么沦为两脚羊 要么被玷污致死 他当年也无比憎恨蛮族 面具男似乎看出他的纠结 故此不由开口说道 王爷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若是再犹豫的话 那么就没有机会 请王爷放心 我会转告蛮族 让他们尽可能少杀的人 而且 一切的牺牲 为的都是天下苍生啊 过几日来取吧 王爷英明 那在下就先行告退了 后者立刻朝着 淮宁亲王一拜 随后缓缓消失 只留下了神色平静的 淮宁亲王 平乱王府 一车车矿石材料 运到王府之内 王朝阳的事情解决了 许清潇开始啊 研究天雷轰了 他又开始炼气 自己啊 亲自尝试炼这天雷轰 炼制天雷轰 需要三种材料 灵金为主 锯灵石为斧 还有阵域 用来刻印阵法 而炼气的方法 说来很简单 虽然许清潇没炼过气 但看了那么多书 整体流程 他一清二楚 为了不出错呀 许清潇在脑海之中 推演炼气过程数千次 这才准备出手尝试 怕昭哥等人呢 影响自己 许清潇刻意和昭哥 他们说了一声 而昭哥等人 也正在研究 王朝阳的天地文工 如此万事俱备 王府大院 一口青铜谷顶出现 上边刻印阵纹 这是件宝气 专门用来炼气的 乃是大魏国库之中 最珍贵的气顶 这是几十年前的 如意气宗 赠送给五帝登基的贺礼 一直就放在国库里边 从来没用过 也没人会用啊 如今许清潇需要炼气 女帝第一时间 让人把这宝顶给送过来 这口气顶啊 足足有一帐之高 宽度一帐 四足鼎立 一车车灵金材料啊 全部运到院中 许清潇吩咐 户部准备了十份材料 以及一份主材料 十份材料是练手用的 主材料才是真正的宝物 一块重七斤半的极品灵金 摆在许清潇面前 灵金散发着金色光芒 极其不凡 坚固如神铁一般 这是炼制最强天雷轰的主材料 把这材料都摆放好 许清潇一抬手 刹那间一道太阳真火 出现在气顶之下 顿时之间 青铜顶被烧得通红 这是太阳真火呀 天地间最强的火焰之一 如若不是许清潇控制温度 再加上气顶啊 拥有聚火阵 只怕当场就得烧没了 数十斤上品灵金 没入气顶内 顿时之间 气顶阵法启动 太阳真火的温度 集中将这块灵金融化 化为了一团 类似于金色面团一般的物质 下一刻呢 聚灵石也扔了进去 也瞬间融化 和这灵金融合在一起 两者相融 需要等待一会儿 大概能有半个时辰之后 终于这灵金和聚灵石彻底融合了 随后许清潇把阵玉丢入其中 不过这阵玉啊 不需焚烧 只需直接融入其中即可 用来刻印阵法呀 待三者合一 许清潇打出道道灵绝 开始改变气武形状 这就是炼气了 不过许清潇可不像陈叔似的 做的那天来轰啊 跟个箱子似的 许清潇直接就炼制成炮型 一刻钟后 大炮出现了 许清潇收回太阳针火 取而代之 打出一道灵绝 使得气武凝固 又过了小半个时辰 大炮摆在院里了 许清潇直接命名 神武大炮 第一道供需完了 接下来是第二道程序 也是最后一道程序 刻印阵法 聚灵阵 聚雷阵 聚元阵 陈叔只能刻印三座五品阵法 在天雷轰上 这是极限的 也正是因为刻印了三座五品阵法 以至于天雷轰三座阵法的能力啊 难以全部发挥出来 而许清潇打算直接刻印三品阵法 倘若成功 那就可以爆发出三品的威力 而且啊 是那种啊 还可以储存雷电 吸收雷电的大炮 许清潇以灵气为笔 在大炮阵域之处开始刻印阵法 三品聚雷阵 许清潇一笔一滑的刻印 刻印需要强大的灵气 而且需要一股作气 并且也需要耗费啊 强大的元神 刻印过程中 将精气神注入其中 稍微出点错 可就直接功亏于亏啊 而这些可都难不倒许清潇 许清潇 片刻之间便把三品聚雷阵刻印上去 在聚雷阵刻印过后 晴朗的天空披下一道拇指大小的雷电 直接落入神武大炮 这是聚雷阵发挥作用的 当下许清潇开始刻印第二座阵法 但刚刻印 这神武大炮就开始震动 周围雷电弥漫 聚雷阵疯狂排斥第二座阵法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你别说刻印三座阵法 小刻印第二座都难 神武大炮疯狂震动 仿佛再刻下去 当场就得炸弄 许清潇紧锁眉头 但依旧强行刻印 下一个轰隆一声 神武大炮传来一阵轰鸣 然后阵欲破碎 紧接着气身一块一块的也破碎了 失去了灵运 沦为废品 材料也没用了 因为失去了灵金的灵性 失败了 许清潇叹了口气 第一次练气失败了 不过他没直接练气 本儿啊在沉思 思索如何解决呢 排斥 尝试过练气 许清潇感觉得出 阵欲的排斥 就如同水火一般 彼此之间相互疯狂排斥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隔开这两座阵法 既能发挥阵法的作用 又让他们互不相干 互不相犯 许清潇有些好奇 既然阵法之间排斥 那能不能把他们隔离开来呢 想到这许清潇再次开始练气 又鼓道了一个时阵 第二件神武大炮鼓道出来了 许清潇再次刻印阵法 这一次 当他刻印完巨雷阵后 凝聚灵气 加持在阵语之中 隔开阵法 然后继续刻印第二座 但是很快 如方才一般 第二座阵法一刻印 神武大炮直接震动 许清潇强行刻印 这次比之前更猛 当场就炸了 灵气不行 大卫读书人 第八百二十五集 许清潇没有气馁 他再次练气 这次用的是五道之力 但结果依旧失败 五道之气 失败之后眼下就剩下最后一种能力了 想到这儿 许清潇用如道之力尝试隔开阵法 让彼此之间不再有联系 第三次 神武大炮依旧破碎 这让许清潇莫名的有些心凉啊 如道之力都失败了 这可就麻烦了 艺术行不行呢 又过了一个时辰 许清潇连艺术都想到了 他再次开启练气 第四件神武大炮出现 凝聚艺术之力 而这次神武大炮整个就炸成粉末了 许清潇有些无奈啊 果然自己的运气用光了 还真是有点天真了 阵界从古至今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自己怎么可能如此轻易的就解决呢 隔离这想法估计不少人想过 如道武道仙道佛道妖道魔道 估计什么力量啊都加持过尝试过 毕竟炼气又不只是仙道才能炼呢 难不成真搞不出大炮 许清潇有点不甘心 他现在最渴望的就是搞出这神武大炮来 这样的话 所有局势将会彻底扭转 一切的一切也都将被改写 可惜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 能解决阵法排斥的问题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转眼到了一日 许清潇在院里想了一夜 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 如此 转眼间可又到了晚上 许清潇还是没想到办法 这也是他第一次遇到这么大困难 根本没任何头绪 也就在深夜的时候 突然许清潇脑中闪过了一丝灵光 他猛然惊醒 因为自己居然遗忘了一种力量 仙道之力不行 武道之力不行 儒道之力也不行 但是自己还有民意啊 民意 许清潇把所有希望都放在民意上了 他的想法很简单 阵法相互排斥 品级越高排斥越狠 如若强行刻意 法器自动崩坏 那必须依靠一种力量来稳固阵法之间的平衡 天下阵法大师肯定仔细研究过这问题 也绝对尝试过用诸多的力量 如若是仙道武道这种力量啊 阵法界早就被破解了 哪怕如道之力也不是弄不到 可唯独一样东西他们弄不到 准确点来说能弄到但绝对不会太多 那就是民意的力量 想要得到民意 必须要在王朝之中 那做呀有利于百姓知识 得到百姓的首肯 而且绝对不能是小事 还要让百姓受益的同时 得知你做了好事 如此才能获得民意啊 只是这些民意也不多 哪个父母官多多少少 那没些民意啊 但是那些民意只是一丝丝一缕缕 哪像许清潇这般 体内民意汇聚如海 想到这儿 许清潇尝试第五次炼制 太阳真火浮现 有了前几次的试炼呢 第五次炼制 许清潇只花费了不到半个时辰 就把这神武大炮给炼制而出了 然后直接开始最关键 也是最主要的步骤 刻阵 依旧是聚雷阵刻印 当聚雷阵刻下 许清潇便开始刻印第二座阵法 这次许清潇显得小心翼翼 将民意加持入内 很快让许清潇振奋的事情发生了 阵法之间的确被隔离 虽然不是完全隔离 但是起效了 不像之前一点效果都没有 果然 民意之力有效 许清潇露出一抹喜色 随后开始注入更多民意 想要彻底隔绝 还是有些困难 但是随着民意不断注入 阵法的确隔离开了 不再相斥 显得很是平静 许清潇小心翼翼刻印第二座阵法 大约半个时阵过后 第二座聚零阵刻印成功 两座阵法被民意完美地隔离开来 这是个巨大的突破呀 许清潇攥紧拳头 满脸的兴奋 但是他没急 而是继续刻印第三座阵法 刻印第三座阵法的过程 和刻印第二座阵法一般 许清潇显得无比小心 又过了半个多时阵 第三座阵法也刻印成功了 三品聚雷阵 三品聚灵阵 三品聚圆阵 全部刻印好之后 许清潇彻底松了口气 这时候许清潇迫不及待地 想要尝试激活神武大炮 看看这威力到底如何 只是就当许清潇注入灵气的时候 突兼整座神武大炮再次震动 怎么回事 很快 这阵域开始寸寸军裂 再次失败了 怎么还会失败 许清潇满脸惊恶之色 有问题 而且这问题极大 民意明明隔开了阵法 为什么还会崩裂呢 他仔细查看 神武大炮再次裂开 如之前一般 不过比之前好的事 坚持了一会儿 之前连刻印都无法刻印成功 这次最起码刻印成功了 许清潇慢慢地检查 过了好一会儿 发现问题所在了 民意的确隔开阵法 可问题是 阵法一旦激活 将会穿透民意 两者还是会碰撞 进行自我毁灭 于是新的难题出现了 许清潇在院中 进行思索 如此这般 一连又四天过去了 整个大魏京都 这几天呢 可都安静了不少 不过大事没有 小事却不少 王朝阳入驻大魏京都 开设圣人学堂 也的确吸引了不少门徒 倒不是说呀 真看得起他大圣人之后 主要是天地文宫 有三千大儒呢 指望着王朝阳叫人 肯定是指望不上 但平日里 若是有大儒之点 对他们来说 也是天大好事啊 这几天 不知有多少人 去其大魏京都 都是前往天地文宫 自从诸圣一脉被诸 存活下来的诸圣一脉 也不敢再声张了 一个个老老实实 看自己的圣贤书 抨击许青霄 他们没参与 自然发生其他事情 他们也不会参与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了 那些个 是非多的读书人呢 也基本上都死绝了 但大部分的 什么商人权贵呀 以及一些没入品 但也读了好几年书的人 全都来到天地文宫 以至于大魏京都 这几日来 人满为患 也好在天地文宫 乃是盛气 你从外表上来看 占地白母 可实际上 当你进去才发现 天地文宫内部极大 可再大也架不住 大魏读书人的热情 不仅仅是大魏读书人 天下不少读书人 都启程赶往大魏 想来看一看 学一学 至于许轻书的守人学堂 每天也有大量读书人前来 想要入学堂拜师 只不过守人学堂 收门徒是有限制的 倒不是特别苛刻 主要就是考验人品 才华不是第一位 有好学之心 人品好事才能拜入门下 整个过程就是熬时间 导致虽然来的人多 但是真正入门的还是极少 比不了那天地文宫啊 天地文宫有圣器 有亚圣 挑选有才之人 资质不错 一概路用 所以短短几日 天地文宫广收门徒三万 到最后朝廷啊 下了命令 禁止天地文宫 这么无限的扩张 一来朝廷还是要推崇许清潇啊 只是许清潇有正事要处理 暂时没空管这些 二来 一口气招收这么多门徒 有没有效果还是个问题 所以暂时压一压 倘若当真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读书人 再慢慢地放权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担心复刻诸圣一脉 招收一大批读书人 就开始搞一些手段 这才是大魏王朝 无比厌恶和忌惮 不怕天地文宫找麻烦 就怕这种事情恶心你 恶心大魏 你把它灭了又能如何 到头来那杀的不是自己人吗 只不过让人好奇的是 这几天许清潇一直没露面 大魏读书人第八百二十六集 一连三四天哪 这许清潇就跟人间蒸发了似的 一直就待在府里 什么消息都没传出来 六大仙门一直胶着地等待啊 他们时不时啊就跑过了一趟 但最终还是不想打扰许清潇 在这一日 许清潇开始了第十次炼制 这三天许清潇又反复炼制了四次 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 不过连续的失败 并没有打击到许清潇的自信 反而让许清潇彻底明白了原因 为什么用民意隔开阵法还会破裂 是因为民意难以承受阵法之力 说白了呀 就是民意多才能扛得住灵气渗透 可若是民意不多不足 就难以承受住灵气的渗透 可阵域就那么大呀 你不可能注入太多的民意在其中 与才智有关系 但关系不是很大 所以许清潇经过四天的思索 再加上连续四次的失败 找到了解决办法了 用仙道之力包裹民意之力 这样的话 或许能够有效阻止 许清潇开始第十次练亲 这一次他凝聚春秋笔刻印阵法 注入民意的过程中 再凝聚仙道之力 然后再注入民意 再凝聚武道之力 紧接着再注入民意 最后再注入儒道之力 层层包裹 这三种不同的力量保护着民意 万一灵气渗透 还有两层民意在呀 都到了这个地步 如若还是失败 许清潇可没任何办法了 尽力了 很快 三座阵法刻印完成 许清潇注入一道灵力 在其中 神色有点紧张 如若成功 其实还有个好处 那就是不管仙道修士 还是武道强者 亦或者如道读书人 都可以激活神武大炮啊 神武大炮被激活了 刹那之间 大炮身躯震颤 许清潇愈发紧张 而王府天穷之上 也浮现出乌云 紧接着 二轮中就听 咔嚓一声惊雷炸响 一道惊雷注入到神武大炮 在外界看来 这王府可是挨了雷劈了 瞬间人们都议论纷纷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好端端地 引来天雷了 难不成是遭到天遣了 你们放屁 许圣怎么可能遭天遣 这是雷劫 许圣在渡劫 一旦成功就能成仙 啊对对对 还真是这样 我看过一些书籍 上面都是这样说的 仙道修士 需要渡久久雷劫 一旦渡劫成功 就能语化飞升 那就是说 许大人要成仙了 之前明写经文 那些仙门强者 一个个主动嗜好 这还真有可能啊 仙门势力 一直都关注着许清潇呢 看到雷劫出现 众人也拿捏不准呢 因为仙门之中 的确有渡劫成仙的说法 但是许清潇成仙 这显然不太可能 当真要成仙渡劫 肯定也不止这么点天雷啊 皇宫 女帝第一时间 拙人去调查 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好端端出现雷云 这可不是什么好的征兆 天地文工 王朝阳也察觉到雷劫了 他望着平乱王府的方向 心中冷笑不已 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可是出现雷劫 那能是什么好事啊 他希望这雷劫呀 越猛烈越好 最好一口气 能把这许清潇给劈死 最终雷电劈落 注入到神武大炮 原本淡金色的神武大炮 顿时变得有黑无比 聚灵阵和聚元阵 依次激活 许清潇死死盯着神武大炮 他害怕呀 怕这次再失败了 可最终 许清潇点点头 嗯 满意了 又等了足足一刻钟 神武大炮没出现任何问题 许清潇钻紧拳头激动无比 随后啊 半手提着神武大炮 消失在原底 以许清潇如今的实力 虽然是三品 但因为道德经的加持 仙道之力百倍增强 所以许清潇可以发挥出 部分二品之力 小半个时辰后 两千里之外 许清潇特意啊 选择了片戈壁滩 荒无人烟 彻彻底底的荒漠戈壁 四周围啊 还有不少孤山耸立 即便鸟兽都难以寻得 许清潇 把这大炮可就架好了 随后他注入了一道 仙道之力 加持在神武大炮之中 这一口 神武大炮弥漫雷霆之力 轰拥一下 一道恐怖的雷声炸响 天雷之力 瞬间劈杀出去 化作一团雷球 直径半米的一个雷球啊 恐怖的雷电之力 直接爆裂开来 一朵小蘑菇云浮现在天雄之上 这股力量 直接把大地掀起来了 地面破碎 快快巨石飞起 而后在爆炸之中化作灰尘 百里之内 大地震产一片狼藉 硝烟四起 冲击波将许清潇的衣衫 吹得烈烈作响 如若不是许清潇乃三品武者 怕直也会遭到重创 上百座小山瞬间被推平了 硝烟四起卷起百丈沙尘 一时间昏天暗地 这就是神武大炮的威力了 一炮摧毁百里山脉 等同于三品武者请力一击啊 很快 可怕的硝烟弥漫天雄 形成了厚厚的沙尘云 看起来十分恐怖 一条红沟出现 大地崩裂 而百里尽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半径哪有三四百米 足足有百米之深 这就是神武大炮的威力 许清潇暗则舌 三品一击 比师父要弱胜不少 但比起我来 差不多 威力上还是不够啊 许清潇嘴上这么说 其实内心已经无比喜悦了 就这大炮 威力恐怖啊 等同于一尊三品强者权力一击 甚至比自己还要强生一些 比不了吴明 那原因简单 人家吴明是一品武者呀 对武道之力运用到极致了 自然而然 那比不过吴明 当然许清潇不满意也是真的 毕竟威力不够 可不是神武大炮不行 而是才智问题 但这不算什么 如今阵法的问题解决 就可以做很多事了 许清潇退回到原位 赶紧查看神武大炮 看有没有什么破损 仔细查看一番 许清潇的确发现问题了 这神武大炮上啊 有一些细小的裂纹 尤其是阵域 带着一丝丝的裂痕 这可不是小事啊 材质还是不行啊 虽然爆发出来的威力很强 但用上品零金打造出来的神武大炮 无法循环使用 看这样子 估计最多只能使用四五次 就得报废 许清潇毕竟近来啊 看过如意气宗的资料书籍 他马上就明白 这神武大炮到底何处出了问题 估算一番 最多开个四五炮 估计啊 这东西就得变成一堆破了二了 没法子的事 才智决定一切 许清潇没废话 开始重新炼制 这次 他直接动用几品零金 再加上部分上品零金 他要炼制出二品神武大炮 之前那神武大炮只能算是三品的 三品的力量很强 但是绝对做不到一桶中舟 除非批量生产个几千架三品神武大炮 并且还能够循环使用不能损坏 不然的话还是麻烦 所以与其炼制三品神武大炮 不如一步到位 我搞个五架一品神武大炮 二十架二品神武大炮 目的很简单 关键战争的时候 取得胜利足够了 许清潇的想法很简单 要搞就搞猛点的 数量少点不怕 不然的话就算是搞出来 一百架三品神武大炮 也解决不了危机 大魏读书人第八百二十七集 现在危机重重 第四代圣人在幕后 神秘的王朝阳 再加上各地方王蠢蠢欲动 三年后天下大乱 佛门之争 中周之争 哪件不是大事啊 靠自己解决 这根本不可能 总不可能什么事都自己亲力亲为吧 唯独掌控绝对的力量 才可横扫一切 炼制的过程中 每个细节 许清潇都不敢掉以轻心 之前炼制只需半个时辰 而这回啊 许清潇用了足足两个时辰 带二品神武大炮炼制出来 许清潇常常松了口气 他休息了小半个时辰 恢复精气神 养精蓄锐 而后才开始克阵 这次许清潇要克印二品阵法 阵法克印 只需达到境界就有资格克印 而克印失败与成功 看的就是元神是否强大 以及是否熟练等等 许清潇成为如道半生 元神自不必说 极其强大 再者他也将镇宗 所有的书籍全部看完了 又在脑海当中 推演了数百遍 如道这点好处还是有的 省去了许清潇大量时间 不过这次的克印阵法呀 许清潇里里外外 凝聚了十层民意 降低了其他体系的灵气 增加了民意 仙道之力 如道之力 武道之力 只是用来保护民意 吃醉如此 是因为许清潇不仅仅只想要刻印三座阵法 他要刻印更多的阵法 聚雷阵 聚元阵 聚灵阵 外加急速阵 让雷球射速更快 速度越快 产生的能量越大呀 还有雇元阵 稳雇雷电之力 而且许清潇还有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 雷电是什么呀 天地之间 智刚智阳之物 当雷电遇到邪碎 将会爆发出可怕的力量 这是仙天压制 相当于激活了野兽的兽性 许清潇特意刻印了风邪阵 他将体内的艺术之力 封印在邪阵之中 当雷球凝聚到刹那间 这股艺术之力会自动泄露 说不定啊 会让风邪阵产生更加可怕的威力 如若没作用的话 当然也不会影响神武大炮本身的威力 可如若有作用 说不定还会有惊喜啊 同时 许清潇还加持了三座阵法 强陵阵 强雷阵 强速阵 一共八座阵法 想了想 许清潇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又刻印进去两座阵法 运气阵和氧气阵 反正只要不排斥就成 但是刻印十座阵法 所花费的时间很长啊 许清潇足足花了五天时间 才把这十座阵法完全刻印成功 这是个精细活 许清潇不想在细节上出错 不然这要是失败可就麻烦了 十座阵法刻印完成之后 许清潇常常吐出口气来 他精神极其颓然 这损耗实在是太大了 刻印二品阵法的确困难 对元神来说是个考验啊 不过如此也好 这神武大炮 天底下除了许清潇之外啊 也就没人能够再炼制出来了 就算知道炼制原理也没用啊 因为这炼制之人 必须得同时掌握 如道之力 先道之力 武道之力 还得有海量民意 同时还需要这个人原神 机器强大 还得懂他阵法 而且最起码你得是 先到二品起步 不然的话即便练出来 你练个七品六品五品的 有什么作用啊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件好事 无可复制 二品神武大炮 终于完全炼制成功了 许清潇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 二品神武大炮摆在他面前 在晚霞的映照之下金光闪闪 许清潇打入一道灵气 刹那间百里内乌云滚滚电闪雷鸣 咔嚓一声 一道雷电劈下注入神武大炮之内 许清潇倒退摆布 免得被雷劈露了 只是随着一道雷电劈下并未结束 一连九道雷霆坠下狠狠地劈砸在神武大炮上 许清潇看得暗则蛇呀 之前三品神武大炮一道雷电就充满了 现在二品神武大炮竟然要九道雷电之力 不过这也是好事 需要的雷电之力越多 那威力也就越大呀 等充完能之后 这夜幕可已经降临了 天地间昏暗一片 许清潇深吸了口气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很快 一道零气打入神武大炮 刹那间 神武大炮不停震颤 可怕的气息弥漫而出 浩然文中第一时间出现了 悬浮在许清潇尖头 保护着许清潇 大约十个呼吸过后 震天之巨响出现 一团雷电之力从神武大炮射出 这雷电呢是白色 经过炮口之后变成了金色 最终一团直径十米的雷球射了出去 带着无以伦比的威力 仿佛就是一颗耀眼的太阳照耀千里 千里内所有生灵都莫名的心机 他们不知为何 就是浑身瑟瑟发抖 一阵阵巨响 大地寸寸崩裂 光芒照耀千里 这是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 紧接着地震了 许清潇都蒙了 恐怖的力量 燃烧一切 融化一切 摧毁一切 从千米之外开始 所有的一切都被摧毁了 一座座山头被推平 在雷光冲击之下不复存在 两千里的戈壁滩不到三个呼吸 移为了平地 恐怖的蘑菇云冉冉升空 这股可怕的力量 虽然在不毛之地 可这股恐怖的力量依旧被许多强者感应到 过了足足一刻中 许清潇依旧在原地目瞪口呆 却说大魏京都 一道身影急急忙忙跑到养心殿 神色无比慌张 陛下 大事不好了 大魏境内有天灾降临 一团金色光球 崩毁山河两千里啊 天灾 纪灵有些惊恶 如今大魏国运昌隆 何来的天灾之说呀 他的目光看着对方 眼神之中充满好奇 何来的天灾 陛下 剑天思雨一刻钟前 察觉西北荒芜之地出现不明雷球 镇遂百里山河 而后又出现第二道不明雷球 摧毁三百里山河 范围极大 等同于一位二品物者全力一击 西北荒芜之地 听到这话 纪灵先是松了口气 如果发生在大府郡中 莫说三百里 就是三十里也得死伤无数 如果是荒芜之地 问题不大 回陛下 陈灯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 剑天思监测到这一幕 具体详情并不清楚 还望陛下下令彻查 鬼知道是不是天灾呀 剑天思的职责是负责 查看大魏境内有没有什么天灾 或者有没有什么大事 百里山河崩坏 那肯定会被剑天思第一时间察觉 自然呢 赶过来汇报 传阵令 让卢国公率领三万精锐 调查封锁 两个时辰内 朕要知道发生了何事 西北之处 许青霄走在依旧 弥漫着硝烟的荒土上 这里本身就无比荒凉 不毛之地 就是一片戈壁呀 被这神武大炮一轰 好嘛更加荒凉都快变成沙漠了 二品的威力太恐怖了 是三品的十倍之多 最可怕的是冲击力更强 275里尽头才是大爆炸的范围 一个直径千米的深坑令人择舍 要单从威力上来说呀 比自己师父当初施展的二品之力 要差上不少 但如果从整体的破坏力来说 可不 大卫读书人 第828集 许青霄在脑海当中模拟了一番 如若这口神武大炮 要在异族国闹事的时候诞生的话 哪儿还要那么多阴谋诡计呀 哪儿还需要那么多算计呀 成国 突梁 唐国 就这几个小国加一起 一炮就完了 半座城给推平了 只不过要这么做的话 杀伤力太强 无辜百姓啊 怕是得受此牵连 所以这神武大炮还得改进 改进的目的很简单 精准打击 两军交战精准打击 一炮把对方全部将士抹上 再来一炮把他城门篓子给轰平他 然后让大卫将士直接进去横堆 这是常规作战方式 如果要是斩首的作战方式 那就更简单 十架二品神武大炮就够了 对准对方的国都 以及重要城府轮番轰炸 两轮最多 一切化作云烟 而且这还是不借助一品的情况下 徐清潇心中衡量思索 过了一会儿啊 他得到了准确数据 推平北蛮 大概需要五架二品神武大炮 可以在一个月之内结束战争 而且是大获全胜那种 如果推平突鞋王朝和出源王朝 得二十架二品 一百架三品 以及两架一品 并且还得配合大量将士 毕竟突鞋王朝和出源王朝 国土面积太大了 而且你不能随便乱红啊 乱红那可就是屠杀了 有为天理 从战争的角度来看 歼灭敌军即可 然后一统中州 并且你还得考虑对方的一品呢 以及两大王朝立刻结盟啊 就这些事你都得考虑进去 一百架三品神武大炮 二十架二品神武大炮 两架一品神武大炮 就可赢得胜利 在没有其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 正面作战 需要啊 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 想要快速结束战争 倒也简单 二十架一品神武大炮 三百架二品神武大炮 一千架三品神武大炮 完全足够 全面围剿突鞋和出源王朝 直接宣战 两边一起打 不给他们任何机会 而且不管其他势力如何坐下 谁敢阻拦就轰谁 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啊 许青霄来到神武大炮前边 仔细检查一番 发现还是有裂痕 归根结底啊 还是材质的问题 释放出如此恐怖的能量 神武大炮本身难以扛住 出现裂痕倒也正常 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就得需要更好的材质 这种材质已经不是极品灵金了 许青霄在如意气宗的书籍上啊 看到过 比极品灵金还要高一等的材质 只有一种 太古神铁 这种材质胜过极品灵金 只不过这种东西更难找 需要经过百万年积累 甚至是千万年 亿万年才能诞生 而且诞生环境 必须得是灵气极其充裕的地方 即便如此 太古神铁 举世难寻一两啊 如意气宗 有 但是超不过半斤 大魏国都想都崩想 这东西啊 就别去奢求 许青霄心中也清楚 眼下只能依靠灵金来炼制神武大炮 好在的是阵法排斥的问题 已然得到解决 下品灵金可以炼制五品神武大炮 中品灵金可以炼制四品神武大炮 上品灵金可以炼制三品 极品灵金可以炼制出二品 这是啊许青霄目前估算出来的结果 要是想要炼制一品神武大炮 得需要数百斤极品灵金 配合一品阵法才能炼制而出 数百斤极品灵金 这是大魏的极限 许青霄第一时间想与仙门合作 但是很快他自己又否决了 不能跟他们合作呀 这种东西必须得留在自己手里 怎么可能跟别人合作呢 虽然炼制方法不可复制 但谁能保证他们没有办法呀 神武大炮那是突破性的战争大杀器呀 这种东西完全是降维打击 以后的事许青霄不管 可至少当下来说 这种大杀器只允许大魏拥有 极品灵金 无论如何都必须搞到更多的 极品灵金啊 这架二品神武大炮最多释放十次 即便每一次都进行维修修补 最多呀能够坚持十五次左右 而且这是极限 不过想法是美好的 现实很残酷 材料是最大问题 其他都好说 想到这儿 许青霄带着神武大炮离开此地 许青霄走后 大概呀 过了半个时辰左右 数百道身影出现在此地 为首之人 卢国公 卢国公望着坑坑洼洼的地面 感受着地面上的炽热 脸色可变了 二品之力 卢国公只一眼就知道这是什么力量 二品 跟在卢国公身后的将士们一个个不由则舍 他们知道二品很强 但没想到居然这么强啊 宽度达到两三百米的鸿沟啊 就如同被一头上古神牛 给把地离了一遍一样 看起来那时触目惊心啊 鸿沟依旧散发着热量 足足横推了两三百里啊 不对 只是下一刻卢国公脸色又变了变 没有任何武者气息 是雷霆气息 是仙道二品吗 卢国公皱着眉 他没察觉到任何武者气息 按理说留下如此恐怖的景象 必然会有些气息痕迹的残留 可是这儿没有任何一点痕迹 这就古怪了 只有单纯的雷电气息 所以卢国公不由自主地怀疑 这是仙道二品所为 引来的天雷啊 那新问题又出来了 对方好端端跑到这儿 降下天雷是干什么呢 吃饱了没事干呢 诸多疑问浮现在卢国公脑海之中 他还是认真的探查一番 认真查探过后 卢国公更加震撼了 两百七十五里外 一个巨大的深坑出现 这才是真正的力量核心啊 之前看的只是冲击力 这儿才是爆发的地方 还好是在这种地方 如若在大卫任何一座古城 只怕要死伤无数 半座城都没了 卢国公一阵心惊肉跳 他很庆幸 对方是在荒地引来的天雷 否则这要是对准一座城府 直接就得没一半啊 不过当真有人敢这么做 大卫一平也不是吃素的 能在第一时间抓住对方 将其诛杀 又半个时辰过后 卢国公没再多想 带着众人离去 这查也查得都差不多了 没找到任何线索气息 只看到这番可怕的景象 大卫平乱王府 许清潇把神武大炮藏入浩然文宫 这种东西可不能随便乱放啊 万一被哪个不长眼的注入到灵气 那就毁天灭地了 整个大卫京都估计都得没三分之一 到时候那可就是天大的灾祸 许清潇直接来到书房 他有事要做呀 最主要的事还是计划未来 文宫的事情解决了 看似没什么事了 可实际上事情多了去呀 早知道如此啊 许清潇宁可不杀文宫那帮人了 最起码这帮人只是恶心自己 不像现在 随着文宫被根除 更多的麻烦来临 如若文宫还在 那佛门变法之事最起码啊 还能拖延一段时间 也不会出现天下大乱 自己呢 也不用那么着急地去搞那神武大炮 所有的事情聚集在一起 其实就一句话 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想到这儿 许清潇开始把一件件事情理清楚 按部就班来处理吧 首当其冲的就是艺术之事 许清潇可一直没忘这事啊 自己必须尽快拿到八宝佛连 如此一来才能解决艺术之祸 也免得自己一直担惊受怕 而现在的情况来说 想要搞到八宝佛连 估计难上加难 大卫读书人 第八百二十九集 不说这佛门厌恶许清潇吧 但最起码佛门对许清潇 肯定是没什么好感 所以想要得到八宝佛连 只能智取 而在智取这个关键点 那就是佛门变法呗 算了算 也要不了多长时间 佛门就得打到大卫家门上来 进行最终的变法了 只要赢了大卫 基本上算是彻底赢下变法 而佛门一旦赢了 这气运也将彻底的昌盛起来 到那个时候 佛门入驻中州 估计谁都无法阻挡 故此 许清潇在白纸上缓缓落笔 佛门变法 眼下这佛门变法 是首当其冲的事 无论自己懂不懂变法 这件事自己必须得抓紧了 得好好研究研究 第二件事啊 则是关于第四代圣人的 诸圣说过 幕后黑手是第四代圣人 起初许清潇并不相信 毕竟第四代圣人 距今已经是五千来年了 倒不是说呀 他不相信 这第四代圣人能活五千年 而是第四代圣人 如若一直活到现在的话 为什么一直不露面呢 他不露面的意义何在呀 就算他已经入魔了 身为圣人谁敢质疑他呀 一尊圣人现实 说的话那就是真理 那就是圣言 有谁敢质疑呀 非得躲在幕后 这就好像是统一六国的秦始皇 你就算前世有人说他残暴 可只要他当时不死 一直掌控着秦国 谁敢造反呢 假此躲在幕后 然后啊 让人主动造反 这不吃饱了没事干吗 这一点许清潇始终想不明白 只怕呀 这又跟天地之力有关 这可能是唯一能够想得到的解释了 而想要调查出第四代圣人 毫无头绪 可现在不一样了 王朝阳的出现就是个契机 一个二十岁的圣人 而且还是亚圣 倒不是许清潇嫉妒他 而是许清潇深刻地明白 成圣到底有多难 大圣人后代又能如何 这王朝阳绝对有问题 而且跟第四代圣人 肯定有巨大渊源 当然这只是自己目前推测 许清潇在白纸上 缓缓又落下四个字 天地文工 想要得知第四代圣人的下落 自己就必须要跟这王朝阳 好好交交手了 过过招 第三件事 则是中州仙藏之事 虽然不知中州仙藏 到底藏着什么宝藏 可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忽视 想要得到中州仙藏 必须就得凝聚出中州龙顶 不然你即便有藏宝图也没用 而且自己还得去趟小雷鹰寺 五弟说过 他临死之前去过一趟小雷鹰寺 第四件事情 就是神武大炮的事 这件事相对来讲是目前最简单的 只需要凑足足够的材料就能炼制出神武大炮 一架一品神武大炮自己目前必须得鼓道出来 再搞上十架二品神武大炮 以及一百架三品神武大炮 这样一来 大魏王朝可以横推北蛮 倘若横推北蛮 大魏国运将会得到巨大提升 外加如若胜了佛门 也能得到恐怖的国运加持 即便凝聚不出中州龙顶 但也差不多 以上这四件事就是接起来必须要做的事情 佛门变法第一 调查第四代大圣人第二 横推北蛮第三 中州仙藏第四 许清潇刚定好思路 这时候房门外杨虎喊了一声 王爷 您让我查的事情 书下查到了 人查到了 许清潇赶紧把手中的笔放下 把书房之中走了出来 喂王爷 您让我找到王伯通已经找到了 就在大魏京都 就在大魏 这回轮到许清潇惊讶了 他之前呢着洋虎去调查王伯通 却没想到 王伯通就在大魏京都 王伯通 撰写大圣人门徒那位 招歌破写等人的信息资料 可全都是王伯通所写呀 一开始许清潇还没什么好奇 可随着所有人的名字 都是这王伯通写出来的 这许清潇能不好奇吗 他迫切地想要见一见这王伯通 看看此人到底是谁 没想到的是 这人就在大魏京都啊 回王爷 此人乃是一名普通夫子 属下让人调查 他现在正在清水池盘垂调 是否让他来见您呢 不用 本王亲自去找他 能精确地写出大圣人门徒信息的 显然绝非等闲之辈 他要去见见对方 看看他到底是谁 什么来头 杨虎一听有点懵啊 王爷亲自过去 这人到底什么来头啊 他也好奇 此时许清潇 却已迈步离开王府 朝清水池盘走去 当下王虎立刻就跟上去了 且说怀宁王府 浩浩一锣布署图 出现在桌上 望着这锣图啊 怀宁亲王 语气略为平静 这些便是大卫边境的部署图 但本王最后的要求 不得滥杀无辜 否则的话 莫怪本王翻脸 秦王爷放心 蛮族决认不会滥杀无辜 此番征战 也是为了诛杀坚持 等面具男子 把部署图带走之后 怀宁亲王忍不住冷哼了一声 这些部署图是真的 但这是五年前边境部署图 变化很大 不过那也有作用 可以让蛮族入内 避开边境冲突 从而直倒黄龙 可如若蛮族将士敢滥杀无辜 那可就是他们自掘坟墓了 怀宁亲王啊 也不愿意把这东西交给他们 可为了计划 他不得不拿出来 没法子的事 只不过他也留了一手 他怎可能亲眼看着大魏子民被吐露 他又不蠢 北方蛮族 蛮族王宫 奢华无比的王宫内金碧辉煌 大殿两旁陈列着一些真品 这些都是当初入侵大魏 抢夺而来的宝物 陈列至此 那是一种荣耀 也是一种光荣 大殿中有三个人 一位端坐王椅上 散发着无上霸气 这是蛮族的王 身穿黑龙袍霸气无比 一位二品无者 殿下站着两位 一个留着个山羊胡子 六七十岁 蛮族国师 天目哈 身穿青色长袍 就光看这老头的长相啊 就极其阴险较诈 另外一位呢 身披铠甲 腰气长刀 六十来岁 看起来精神异异 没有任何衰老的样子 这位是蛮族的大将军 狄梁 也是位二品无者 当年入侵之战 就是以他为首 也正因如此 他被赐了王姓 敌 三人都沉默着 蛮王 拿着一个骨盖成酒 这骨头晶莹剔透 如同白鱼一般 这是当初大魏 第一角色的头改骨 经过炼制 成为了成酒杯 据说用这个成酒啊 那酒都会更加香弄 但这种东西啊 就只有蛮族 这种野蛮人才会用了 极其恶俗 极其血腥 就在这时候 一道身影缓缓浮现在此地 看到这人一来 蛮王立刻起身 显得十分激动 来的正是那位面具男子 他来到王宫大内 朝着蛮王身行一礼 见过蛮王 同时他怀里 捧着一锣厚厚的部署图 先生客气了 蛮王一见极其激动 他克制自己兴奋的心情 满脸失笑 同时 他的目光情不自禁地 落在这厚厚一锣的部署图上 老生竟然不点订阅 引来圣怒 学我大魏国运 你可知道 点击一下订阅 看似极小 可对如今之大魏来说 却是国作根基 你知道吗 大魏读书人 第八百三十集 看到蛮王赤裂的目光 面具男子倒也没多说 直接把部署图 往这蛮王面前一端 蛮王 这是大魏边境部署图 有了这部署图 便可轻而易举入侵大魏了 蛮王赶紧伸手借过来 一脸激动啊 有先生相助 入侵大魏 简直是易如反掌 或是 大将军 你们先将这些部署图 拿去细细研究一下 我与先生 谈一些事情 此话一说 手下人呢 赶紧把部署图取走 一眼真假 蛮王 部署图已经送来 该问蛮王何时发兵啊 等验证部署图后 确定方案 差不多就能发兵 其主要 还是看佛门变法 结果如何 倘若佛门变法输了 我等立刻发兵 也算是援助佛门 可如若佛门变法赢了 我族便要悉心准备一番 蛮王 怀宁秦王说了 如果可以的话 莫要滥杀无辜 毕竟此番入侵大魏 为的不是抢夺国土 而是一品破锦丹 先生不是不知道 我蛮族将士 一个个气血方刚 不杀 不杀怎能养我蛮族之危啊 再者大魏子民也是剑骨头 要是不杀就会竭力反抗 这一点本王不答应 既然如此 那就随蛮王之意吧 反正大魏子民不过是一群蝼蚁 死了就死了 只要能完成计划 死光也无所谓 听到这话 蛮王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快 国师与大将军走上前来 他们面色平静 与蛮王对视的瞬间 他们呢 微微点头 意思那部署徒 没问题 得到这个首肯的信号 蛮王顿时大喜啊 很好 县上果然有通天手段啊 这部署徒没有问题 最迟一个月 蛮族进攻大魏 蛮王兴奋 当年大魏北伐 把蛮族打得落花流水 如今是时候该他们反击了 既然部署徒没有问题 那在下就先行告退了 蛮王莫送 面具男子说完 消失在原地 来得快走得也快 等面具男子走后 蛮王长长吐出口气来 脸上的笑容瞬间收敛 他望着国师与大将军 神色冰冷 此凡 部署徒也有了 进攻大魏 有几成把握 回王上 如若没有部署徒 可能只有六成把握 如今有了部署徒 至少有八成把握 不过 王上 其实臣依旧认为 现在不适合进攻大魏 大魏如今国运如龙 我等若是贸然出手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大魏牵制 国师其实并不希望 蛮族发动战争 最起码当下 不应该再起战事 只是此话一说 旁边的大将军 不由冷哼一声 这也怕 那也怕 蛮族凭什么要怕 大魏北伐 害得我蛮族四生无主 若不是出援王朝 与突歇王朝援助 我蛮族只怕已经没了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 蛮族的年轻一代 已经成长 再加上这次 我等又不是孤军奋战 出援王朝与突歇王朝 竭尽全力地援助 我等 粮草上 我等充足无比 七百万盟士啊 足以扫荡大魏十遍 真要说怕 我担心的是大魏一平 蛮族大将军 言语之中满失自信 这话一说呀 蛮族国师沉默了 而这时 蛮王摆了摆手 大魏的一品 无法出手 这是确切的消息 不过这次我等的目标 也不是为了 抢占大魏徒弟 而是屠杀 用大魏苍生的血 来祭祀我蛮族之神 来换取我蛮族一品 这一战 不战也得战 王上说得没错 用大魏苍生的血 来祭奠我蛮族之神 好了 这些事情先不说 不输途 方才你们也看了 本王问你们 多久可以杀到 大魏京都外 一个月 一个月 只需要一个月 便可杀入京都之下 不过 这需要最新的工程器 借助这个工程器 一个月的时间 便可以杀到 大魏京都外 王上 一个月的时间 其实已经很快了 再想要加速的话 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等言直线而入 不能有任何修整 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很快 其实一个月 蛮族大将军呢 稍微带点吹嘘 毕竟宣战大魏 以大魏现在的国力 至少得两到三个月吧 但是为了彰显自己 他吹嘘一个月足够 只是蛮王摇了摇头 看着对方说道 本王的意思 不是慢了 而是快了 这一次入侵 是要血洗大魏苍生 一个月的时间 太快了 要慢一点 三四个月 从北方杀入 所到之初 本王要寸草不生 所有大魏百姓 全部得死 女子为奴 男子血迹 尤其是婴儿 需要献祭给神 本王不需要这么快 四个月内 抵达大魏京都即可 蛮王这话一出口 倒是让国师和大将军 面带惊讶 不过 这倒不是件难事 后来